即将在年底离任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的李小佳 今日会见传媒时 谈及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前景及中美关系 对香港市场的影响 他说自己对香港的未来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不能禁止地看问题 香港的位置很清楚 当世界的一个元和中国的一个元慢慢相连 叠合 但永远不会完全重合 国际市场的很多事不可能按照中国市场的方式来做 反之亦然 而香港在两个大元融合过程中永远有作用 谈及未来的十年对港交所的期许 他认为美国 中国要么给世界巨大的机会 要么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困难 这十年是两强如何共存 共融 共同发展的十年 也会伴随很多冲突 他又说 香港人既是中国人又是世界人 是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翻译器和纽带 两方永远需要香港 他对香港未来十年充满信心 认为香港未来会更光明 但是必须要不断适应新的问题 谈及近日美国针对部分中国企业颁布制裁措施 李小架说 他不觉得这些制裁措施会持续 金融和水非常像 每个人的钱就像水空气一样 你想用制裁把它长时间 人为大范围堵住 堵死不可能的 不必对这些制裁寄人忧天 但是个别的公司遇到难关 只能挺过去 但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 想把中国市场堵住几乎是不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